这是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感染 那么它致死的原因经常会听到大白肺 就两个肺本来是黑的已经变成白色的 还有一个名词叫细胞因子分爆 那么什么是细胞因子呢 其实很多人就说 其实并不是病毒本身杀了这个被感染的人 而是自己杀死了自己 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这是一个正常的肺的上皮细胞 那么病毒进入人体以后了 要侵犯我们的正常的组织 这个时候了 我们的免疫系统强大的侦查能力 发现它了 马上就来派巨石细胞过来 把它给吞掉 但是病毒太多了 它吃不完 然后就发出了细胞因子 求救信号 然后又来了很多素涂状细胞 这个素涂状细胞非常厉害 这个兄弟 那么他过来要把这个病毒扭打撕裂 很多蛋白就暴露出来 暴露出来以后了 这个信号又传导 传导给我们的这个T08细胞 B08细胞 B08细胞大家知道是产生抗体的 它就制造了很多制导导弹 专门产生特异性的抗体 特异性抗体过来以后 就会结合这个病毒 进一步把它杀灭 但是我们知道这么多的 这么大量的细胞因子抗体 产生了很多免疫系统要杀灭这个病毒 产生这么大量的细胞因子和抗体 那么必须通过血管才能进入到这个肺的组织里去 因此大量的细胞因子出现的时候呢 就要求血管的通透性要打开 血管打开 血管打开以后才能进到正常组织里来杀灭病毒 但是血管一打开血管里的液体又会渗入到正常组织里来 渗入到正常组织就会造成水肿 因此肺水肿了就肺就白了 肺功能就丧失了 就会胸闷气短 就会喘不了气 因此最后导致了肺功能完全衰竭 甚至导致死亡 是我们的强大的免疫系统 对病毒做出了过分的攻击 最后把我们自己正常的肺炎损伤导致的 对病毒做出了肺炎损伤